没有真相以前 不要急着进口 我们昨天 大家收到了一个 非常临时的 一个工厅会的 时程的这个通知 我们看了非常非常的傻眼 怎么会 昨天才公布 要开日本食品 进口的工厅会 它的议程明天就开始 而且是利用 劳工连续三天假日的 这三天来开10厂 北中南10厂 三天就开完 我请问一下 我们所有该负责的官员 的专家有办法这样赶场吗 昨天才公布 你打算让什么人 什么关心的人 有时间准备来参加呢 所以我认为 这10厂的工厅会 根本就是一个 敷衍式的工厅会 是一个凑场的工厅会 我想问政府 你到底急什么 有什么事情这么急 一定要这么快的时间通过 这么敷衍的通过 一利一休的强推 难道没有学到教训吗 我们这次看到 八月的时候 我们行政院有几个部会 组团去日本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团功能不脏 我们现在好像要开放的 唯一的依据 就是日本 他们单方面提供的 辐射超标量的一个数据 只有0.1% 所以我们政府 根据这个 就认为说安全无余 打算要放行 我想请问 除了日本单方提供的资料以外 我们的原能会在干嘛 我们的原能会 不能自己做一些检验吗 我们对他们检测的方法 对他们不合格食品的来源 以及这些产地 他到底怎么管制他的食品 这些措施 我们都不必去考虑吗 政府就是这样子 帮我们的人民健康做把关了吗 所以我要呼吁 执政党 不要急着进口 请为民众的健康来着想 我们民众要的是真相 台日关系固然重要 但是绝对不能牺牲民众的健康 我们具体的要求 我们的原能会 既然自己有检测的能力 请我们自己好好的把关 确定无余 再来考虑放行 谢谢 谢谢委员 下一位请科委员治安 主席各位的议员同仁 大家早安 前几天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出炉了 川普在大家一片不太看好声音当中入主了白宫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就是因为他非典型 所以我们无法从他过去的从政经验 还有他的很多的竞选策略当中 来推估他未来会把整个世界带到哪一个的方向 他在选前特别提到了很多亚洲的像是印度 韩国中国跟台湾打压了他们美国白人的工作的一个权利 更何况呢 他未来将会以美国的利益为主 会施行所谓的孤立主义 以及保护贸易的一个政策 到底他会把整个的世界的经济跟安全带到何处 这是我们要提高警觉的 我们一般民众或许可以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惊讶 但是我们更惊讶的是 我们的国安团队 我们的蔡政府 对于这样的选举的结果 却是完全没有准备好 完全是在状况之外 过去呢 我们台美关系相当的密切 而现在一个新任总统 完全未知的一个亚太安全的政策 到底会不会让台湾 变成了一个边缘化的一个孤儿 我们目前还是期望蔡政府 能够立即的回过神来 这个部分呢 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就是呢 我们在TPP的这样子 靠美国进入这个 好念头 已经完全是破灭了 那有没有机会呢 把一个让我们的贸易 涵盖更广的 这样的机会 能够重新再考虑呢 我们也请我们的政府 好好的审思 其实呢 我们每一次问到 到底川普入主美国之后呢 到底我们的未来会是如何 我们的政府回应说 可能会在既有的提法基础上面 更加深彼此的一个贸易的关系 但是呢 我们要特别的提醒 美国川普是一个生意人 在美国利益为上之上面 他到底会不会提高我们的关税 他到底会不会 以所有的这个部分来当作是一个筹码 让美珠 让基因的食品会进入到我们台湾 不要忘记 我们跟美国打交道 我们的筹码是非常的低的 未来呢 我们到底该如何在这个贸易的这个情况之下面 好好跟美国坐下来谈 我想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相关的人员 人才 这些都是我们要审思的 更何况川普 他认为要提高所谓的军费 然后如果是你要让他来做一个防卫的一个措施的话 很多都是以利益来为做考量 台湾这方面有没有准备好 我们为了来国防经费 是否要比过去更加的提升 未来我们整个的美中 还有这个台湾三角的关系 该如何在亚太地区维持一个 所谓的恐怖的平衡 或是等等的部分 我想对于川普进入白宫 我们到底会不会被打入冷宫 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好好来监督 好好来思考一下 谢谢 谢谢科委员 下一位请高金委员素梅 星期一未还委员会决议 有关开放日本福岛五线辐射食品进口台湾一案 主管机关应该要举办十场的公听会 昨天的深夜 行政院突然传来十场公听会的资讯 明天开始 三天要在十个县市举办十场 在这里我有几个意见要提醒全国人民 第一 我怀疑在台日对话的会议上面 台湾代表团已经签下了卖台的密约 承诺日方一个月内要开放福岛五线 辐射食品进口台湾 所以急着三天要办十场公听会 赶快混过去 二 明年开始 三天在十个县市办十场公听会 连宣传告知的时间都没有 到时候绝对不会有民众出席 官方要动员公务员出席冲场 这样就想要混过关了吗 第三 公听会的名称是用 日本食品输台公听会 这完全不对 这也是欺骗社会的 正确的名称应该是 开放日本福岛五线 辐射食品进口台湾的公听会 应该是要如此 大家都搞不懂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 一路的护航 高风险的日本福岛五线的食品 反核的执政党 难道不懂 核污染食品吞下肚的后果吗 还是认为 台湾老百姓的命不是命 我想这十场公听会 绝对不算 尖巧的政府 用这种尖巧的手段 来对付自己台湾的人民 我要告诉行政院 我要告诉农委会 我要告诉卫福部 高金树梅在这里 一定杯葛到底 而且我希望 我也在这边呼吁 我们所有台湾 两千三百万的人民 如果你拒绝这个公听会的话 非常欢迎 您到以下的这几场 公听会里面去 我们要好好的告诉 我们的行政院 好好的告诉我们的卫福部 好好告诉我们的农委会 我们拒绝这样黑箱的公听会 我们拒绝这样 连主持人是谁 专家学者是谁 会议流程是谁 都没有告知 却要在明天 劳工放假 所有人都放假的情况之下 就要吵吵的办这十场公听会 我在这边再一次的呼吁 也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行政院的实案办公室 不要用黑箱的方法蒙混过去 两千三百万人民的生命 绝对是生命 不是执政党的生命 也不是你黑箱换来的 再次利益 谢谢 谢谢高清委员 下一位请黄委员 招顺 院长各位同仁 我想蔡政府假借 台日一夜协定 让日本核灾食品 借失还魂 我们在这里提出 最严正的抗议 而且我们在怀疑 他们已经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中日之间 核灾县市食品 已经签了缓解计划 核灾食品 全面大辣辣的 进入我们台湾这个地区 刚才高清委员已经提到 十场公听会 准备蒙混过关 用黑箱的手法 让我们台湾人民的健康 在这一次的谈判过程当 全面弃手 我想 从蔡政府执政以来 我们看到 蔡政府一味的媚日 从冲之鸟交 交不见了 假借一夜谈判 让我们核灾食品 全面进入台湾 我们可以意见一件事 我们觉得很可笑 也很可悲 蔡政府一直说 他们缓核 但是大家知道吗 只要是核灾的食品 它所含的内容物 可以留存三十年 而这三十年 足以破坏 我们整个血液里面的东西 可以让台湾的人民 产生我们整个的血癌 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 很多的人民 不晓得这十场工厅会 在哪里举行 我们呼吁 两千三百万的人民 大家一起站出来 一起到我们所有工厅会的现场去 表示我们台湾人民 拒绝这样子的黑箱谈判 拒绝这样子的黑箱工厅会 所以本席要在这里再一次的讲 我们台湾整个 不管是辐射的检验等等 不管是高雄港 基隆港 其实两边的差距是非常的大 他们假借说 这样子可以还是可以检验 我们看到林淑芬提了三条件 我们就知道 那三条件就是跟日本 媚日 而且很清楚的知道 开了一扇大门在那里 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提出呼吁 明天再怎么忙 这十场工厅会 请求我们所有的人民 大家一起站出来 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的谈判 以台湾人民的健康做筹码 牺牲台湾人民的健康 做任何的政治谈判 我们再一次的对蔡政府 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谢谢黄委员 下一位请陈委员宇敏 主席各位委员 本席今日的国事论均题目是 福岛核灾食品 进口毒害人民 农委会和卫福部 在本周一 立法院未还委员会 进行日本食品输台专案报告时 曾提到 未来要将日本核灾食品输入 从地区食品的管制 改为风险食品的管制 本席在当场也有质问 质询我们农委会的 陈吉仲副主委 何谓风险或高风险的食品 他答不出来 到底这些高风险的食品 的定义是什么 他答不出来 大家可以想见 如果把一个地区标示的 福岛核灾食品 改为一个高风险产品 将来这些食品 进入到台湾 我们民众 如何可以从标签上面 来分辨呢 等同于它是开放了 日本核灾食品 有条件的输入台湾 本席与国民党其他的委员 在当天有个提案 要求要开 要开20场的公听会 但是在在场的 民进党委员的协调之后 变成开10场 降为10场 但是在今天早上 本席赫然发现 卫福部 农委会 原能所将要在本周六 到下周一 密集举行10场公听会 甚至有些公听会 是在早上9点半 礼拜六早上9点半 就要开公听会 这是什么意思 到底民进党在急什么呢 2011年 日本福岛爆发核灾 国际上曾引发高度的关切 世界各国 纷纷宣布禁止 接受日本的这个 曾经受辐射污染的食品进口 昔日身为民进党的 在野党的民进党 一再强调食安问题的重要性 炮轰马政府 而2012年 当年担任主副联盟 环保基金会董事长的 陈曼利委员 也是现在民进党不分区的委员 在政党轮替后 劝拟在委员会上也提案 要将日本的核灾食品 分两阶段的进口 本席必须强调 现在拒绝核灾食品的 不只是台湾 还有对岸的中国大陆也是 有人说欧盟已经开放 同意进口 但台湾与日本距离比较近 饮食习惯也比较相同 每年进口的日本食品 高达1200亿 所以欧盟根本不会进口 这么多的核灾食品 之前民进党政府 在台风天 开放了加拿大的牛肉 到现今的日本的核灾食品 在开放的程序上 都没有兑现 在选前给人民的承诺 本席呼吁 全国的民众 应该踊跃地 来参加这个公听会 而且要求行政院 在公听会 要做全场的录影直播 谢谢陈委员 下一位 请陈委员欧珀花园 主席书院长 文宴同仁大家好 自理国阵不能一意孤行 要坚固两端 固头也要固尾 时代在变 人也在变 我们主政者的心态 也不能一成不变 过去我们曾有 借吉用人的认知 来阻却西向政策的照进 借吉用人 其实后面还有四个字 就是决定不移 借吉用人 决定不移 八个字呢 是清朝皇帝 康熙所提出来的 连夜来 争吵不休的 一历一修 以及 公斗老团所炒的七天假 引发社会的纷乱 本席认为 许多事情急不得 必须要多忍让 所谓适缓责言 协调沟通是必要的方式 民主政治不可会员 有些同胞的声量会比较大 甚至动作也不一定理性 十分的棘手 但是 我们不能事事 强行通过 迁徙面对是必要的 终究沉默的多数人民 是理性的 他们会给认真的 为政者支持的力量 不过 本席也要强调 执政者要有 截断的人力跟智慧 对于台湾发展 有益的政策 不能因为压力的阻挠 而退却 必须坚定不移 过去我们曾经 受制财团的压力 开放了银行 跟大专宴宿的设立 今日我们苦吞恶果 银行面临 被合并的压力 大专宴宿面临没有学生的关门考验 自国执政最困难的就是 要有智慧面对识变 以前的制造产业 龙井被科技产业取代 以前南向政策 未能够成熟 今天却是我们前进的好时机 当我们确定 新南向政策是一个转机的时候 我们就要决定不移 本席非常欣慰 新政府 林前院长 在10月21日 召开19个部会 一个扩大的南向的一个汇报 用以来整合各部门的力量 希望政府在未来 推动新南向的政策的时候 能够集结达到力量 我想众志成城 一定能够成功 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陈委员 下一位请张委员立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 地价税高涨 全民吃不消 今年适逢三年一次的地下税调涨 全台各县市地价税 平均涨幅高达三成 是自1994年以来最大的涨幅 引发民众强烈的不满 许多人认为地价税暴涨难以负担 接到税单的民众 纷纷表示不满 有周刊披露 六都去年地价税收 总计586亿元 若以平均三成涨幅来算 今年六都地价税收 高达762亿元 增加金额为175亿元 目前以自用住宅客征的只有300万户 但政府评估应该有800万户 自用住宅住户 可见有500万户 不知道自己有这个权益 在地价税开征之前 财政部是否针对民众 自住用地申请加强宣导辅导 这次有许多民众 都没能在期限内向地方税务机关 申请适用自住税率 导致收到税单时 税额至少是五倍的差距 地价税的调整是由地政事务所提出交给市政府 在由地政评议委员会各县市提建议之后 送交县市首长决定 最后行政决定权就是县市首长 为什么首长不用出来面对呢 地价的调整是掌握在各县市政府手中 但是三年内从10%调整到33% 民众怎么能够接受 本席要试问 因地制宜就是地价税调整的相关配套吗 我们需要有更全面性的配套措施 而这么大的变化 请问明年课征房屋税 是否也让民众无所适从 民进党执政以来 不只是物价上涨 菜价上涨 六都公告地价调涨 造成地价税暴增 民众抱怨电话连连 根本就是变向全民加税 每次公告地价 公告土地限职几乎都在调涨 大幅增加市民的负担 这次公告土地限职 能就呈现上涨趋势 政府应该依据实际情况来做调整 不应该把人民当成提款机 层层剥皮 希望蔡英文政府 能够提出相关的配套 将我国的税制 做一个适度的调整 务必要让民众 充分了解自身的权益 避免因为适用法规错误 而损失其纳税上的权益 谢谢张委员 下一位请领委员得福发言 请领委员得福发言 各位同仁 我想可以说 这个礼拜 未完委员会 因为蔡英文总统 其实她从520到今天为止 不到半年 但是她非常急 一直希望说 能够让日本 福岛周边的食品 全部都让她进来 所以说 就假借一夜谈判 去做一些沟通 协调 实际上 我们所看到的 她是借由 假借一夜谈判 实际上是要进口 福岛周边 这些互设的食品进来 而 在 未完委员会里面 大家一直决议说 要办十场公听会 但是她实际上公听会 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要倾听 您对日本食品 书台的看法 对日本食品 书台的看法 其实不是 是日本 福岛周边的食品 而且 从明天开始 后天 大后天 三天 礼拜六到礼拜一 连续要办十场 那我请教 这十场公听会 有那么急吗 你的公听会的主持人是谁 包括 邀请哪些学者 跟哪些公平团体 这三天 有办法一次搞定吗 接下来 我想 这个 她主要就是想 呼言了事 把她吵吵的 就办了 就做一个交代就好了 我想 我们所看到的 民进党执政以后 尤其是蔡英文总统 你要出卖 全国人民的健康 来换取 每日的一个 一个做法 我想 人民是不会接受的 因为 我们都知道 福岛食品 大家都很担心 很担忧 尤其周边这些 受到护色影响 其实 除了福岛跟周边 四个县 其他的 县市 食品都有进来 一年刚刚有特别提到说 进口差不多1200亿 那你这五个县 在急什么 因为 人民 要的是健康 大家会担心 而 容委会 包括行政院 实案办公室 包括卫护部 你那么急 配合整个蔡英文政府 要出卖全民的健康 来换取 你魅力的行为 你的作为 我想 这样人民可以接受吗 我们是希望说 慢慢来 一样一样来 而且 要审慎 不能出卖全国人民的健康 来换取 你魅力的作为 我想这是 全国人民 对你的一个期待 谢谢 谢谢 谢谢林委员 下一位 请林委员立常 花园 长照2.0不能从源头就被塞住 新政府上任以来 推动长照2.0 号称是要建立一个平价 普及的长照制度 但是本时发现 现在的民众面临最大的问题是 就根本不知道服务在哪里 长照2.0喊出要 看得到 用得到 但在实际面上呢 看得到 用得到的 往往都是 外劳仲介公司 当有长照需要的 失能者 老人 出院的时候 家属就开始很忧郁 照顾的问题 外劳仲介公司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 告诉家属 外劳又便宜又好用 而且后续的服务很完善 搭上计程车的时候呢 司机就会递上 仲介的电话出来 我们的医生医院 跟长照系统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地方 就断掉了 目前 医院都应用 出院准备服务 转介 长照的服务之言 但是 出院准备服务的成员 都是 医疗背景为主 跟长照系统 目前并不完全 非常的整合 医疗体系跟长照体系之间 如果没有密切的连结 仲介就在这个时候 介入 本席强调 出院服务 出院准备服务 一定要跟长照系统紧密结合 在民众需要的时候 顺便把支援导进来 蔡政府 蔡总统可以推出很华丽的包装 但是能够落实才是最重要的 否则就会变成空口说白话 而且是很不负责任的言论 医疗体系跟长照体系不能断系列了 长照2.0不能从沿头就堵住了 我不希望长照2.0喊出看得到服务得到不要通通变成看得到的都是仲介 如果长照2.0把钱都拿来做挂牌 设电话专线 那么长照的源头部分 还没有把整个制度上面去做整合跟嫁接的话 民众还是只能被动的接受讯息 政府如果有政策的功绩 就要主动积极的应用 否则最后使用长照的人还是没有提升 使用外劳的人呢 还是这么多 那不是很可惜吗 谢谢林委员 检委员东明对国事论坛之书面意见 列入公报记录 报告宴会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 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休息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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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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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对对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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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